那么随着南科的快速发展 台南市的安定区发展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而对此呢 安定区的苏错里里长张庆才他就指出哦 因为安定区仅邻南科 随着南科特定区域的开发 很多民众呢土地都被征收哦 从农会之前披露的资料显示 可能有200人体验了一戏致富 而这些居民呢 他们平常其实都是务农的 外表看不出身价过亿 有如隐形富豪 张庆才里长表示 随着安定的发展造就了苏错地区 有不少人体现了一切致富的荣景 具体人数他并不知道 从之前农会公布的存款数据资料 可能大约有200人 像平常到苏错里关怀据点 参加课程的近20名阿嬷当中 就有多位因为土地受益 身价过益 不过他们生活很朴实 与一般的农夫没有差别 现在最重要的是 就是将身体健康给过好 每年合法的节税 慢慢转移资产给儿孙 但也有人认为这是意外之财 一次转给儿孙 多付税给政府也没有关系 艺人蔡沐妍呢 因为不满他带着自家女儿上了节目 小姐不惜地表演大提琴 结果呢 却遭到小艾斯说 哎这个是可以拿出来表演的吗 于是呢他在自己的脸书上面有表示 有觉得自己感受不佳引发热议 那他虽然呢得到部分的粉丝支持 但也遭到许多网友攻击 他在昨天的时候 干脆直接关闭了脸书帐号 并且透露原因 就是不想给别人蹭 蔡沐妍平常会在脸书分享生活 24日发文抱怨 小姐不惜地 和小艾斯之后 一下子涌入了大量的网友留言 其中不乏对他的人生攻击 而既是如此 他也照常更新生活点滴 甚至po上团购带户连结 自嘲不能白白被骂 而蔡沐妍25日晚间 突然现身赖群组 询问粉丝知不知道该如何关闭脸书 并且透露原因是 我不想给人家蹭 我都没有好处 虽然很多粉丝不舍地制止 但他得知关闭的方法之后 仍然快速地关掉粉丝专页 并且安慰大家 看我的IG啦 你们有我的赖群还不满足吗 不过他的IG账号 现在也已经转为私人 好 接下来呢 让我们来看到的是上周 汪小飞有报料 被爆料 7000大S新台币 7000多万元的抚养费 跟上亿元的借款 甚至迟迟不愿意撤下 S妈在S Hotel的成租保证人身份 那原因呢 就是因为汪小飞在台湾 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资产 加上呢 她S妈一直不想要打官司 每天呢 就只能提心吊胆 而汪小飞似乎就是看嘴这一点 所以呢 想要狭S妈以令大S 不过因为大S呢 已经被汪小飞给摆到非常多次哦 所以呢 根据了解 律师呢 已经下令 让他不准再跟汪小飞私下有任何接触 一切呢 都要走法律途径 大S的前夫汪小飞日前醉闹大S豪宅 更跑到派出所检举大小S姐妹滥用药物 两家人的纷争越演越烈 如今更传出汪小飞用S妈来威胁大S 不准再和他讨债 哎呦妈呀 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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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金周刊报道 汪小飞击欠了大S高达台币七千多万元的抚养费 还有一笔上亿元的借款还没还 不仅如此张岚与汪小飞母子 在两人离婚之后 还不停的在网路上骂大S 蹭大S流量 让一直以来都不想和汪小飞正面冲突的大S 忍不住发文怒批这对母子 也一向与汪小飞交好的S妈 也忍不住骂汪小飞 当时义不容辞借钱让他在台湾创业盖S Hotel 还当他的保证人 结果现在却不还钱了 根据金周刊报道 S妈经常收到S Hotel房租欠缴的存证信函 非常提心吊胆 多次要求汪小飞赶快去处理 但却都被敷衍过去 没想到汪小飞竟反过来利用S妈来和大S谈条件 说若要他撤换S妈的保人身份 就不要再和他讨那笔上亿的借款 不过大S的律师下令 不准他在汪汪小飞私下有任何协议 一切都走法律途径 好 既然让我们一起看到的是 立法院他在15号的时候 总执询的时候 发生了没收执询的风波 而立法院长韩国瑜 昨天再次主持党团协商 那在整个协商的过程当中 蓝白两党都认为 应该要照议事规则行事 没有模糊的空间 也不要让这种没收执行的事情再度发生 但是在他们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 当民众党党团总招 黄国昌对于此事表达意见的时候 因为民进党团总招 柯建民不断的插话 让黄国昌整个人爆气走人 最后让协商破局 如果接下来有四五个人 全部都改书面咨询 那所以我们现在的规则是 接下来五个改书面咨询的时候 那一场要 书面咨询让我们习惯了 要怎么办呢 精准十点很重要哦 因为有 那是口头咨询的 不好意思哦 请你尊重人家发言好不好 我每次在讲话你插什么话 你在讲话 我没有在插话吗 可建民呢 也在今天还原了当时的整个情况 他就说自己在讲话的时候 黄国昌也插话 傅昆琪也插话 自己都忍受了 但是很可惜 这个朝野协商 居然最后是在咆哮声当中 匆忙的结束又失焦了 柯建民表示黄国昌发言的时候 谈到有人书面咨询是不是也要等 因为他是提案人 于是用6秒讲了18个字 书面咨询当然不算 讲的是口头咨询的时候 是怕他误会并非刻意插话 柯建民直言 黄国昌不要说3月15号的咨询 与你无关 那今天为何要来朝野协商 假如发生在你身上 那岂止是咆哮而已 柯建民就感叹 有人的心理素质 永不改变是很可惜的 难道要再朝两年吗 请大家换位思考 否则永无宁日 接着转换焦点 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总统府天下第一营 宪兵211营 有一名古姓上兵 他在1号晚间9点多 在执行这个秦卫哨的时候 开枪自枪身亡 而就有媒体报道说 这名古姓上兵 他每天要占4到5班哨 而且业务非常的繁重 在事发之前 已经三天三夜都没有睡觉了 就爆出他的生前哨表 有战二歇二的问题 对此宪兵指挥部 政战主任唐明德在昨天表示 经过全面审视 哨位的勤务 还有人力调配 以及官兵的休假请假状况 确实是因为有训练跟突发状况 导致有部分的武装警哨 他们是战二休二的情势 宪兵指挥部将会深切的检讨失责 驻守总统府的天下第一营 宪兵211营 一名古姓上兵 这个月初在执行时 开枪自强身亡 宪指部当初在立法院答巡时 坚称这名宪兵生前 是正常的战二歇六 直到昨天才承认哨表违规 回顾这起事件 3月7日立委徐巧新 在立法院质询 宪职部参谋长 这位上兵是不是战哨两个小时后 只能休息两个小时 就要接着战哨 但参谋长实口否认 连续坐军线 三天三夜都没有睡 都在打靶一直歇两 我们有去看过他当事人 他这近三个月的一个 勤务的派遣的部分 那都是符合国军的警卫教 帮我们一天最多的三班哨 所以他是战二歇六 古南自强之后 就有媒体报讨称 他每天都要战四五班哨 甚至三天三夜都没睡觉 当时国防部长邱国正 也公开宣称 部队运作一切正常 还强调假如很多人 执行同样的勤务 但有些人抗压性比较弱 虽然不能怪当事人 但也对家庭和部队造成伤害 不过宪职部昨日用一纸声明 打脸部长和参谋长 表示经全盘审视 卫少勤务等 发现古姓宪兵生前的哨表 竟有战恶邪恶的情形 对此宪兵指挥部 征战主任唐明德昨日表示 宪兵指挥部深切检讨失责 以调整相关人员派讯齐成 并逐次补充兵员 加强勤务集合 新闻市林孔有一名实姓男子 他在20日晚间 足有U-bike来做骑乘 结果没有想到 竟然在单车的置物栏里面 赫然发现了一整合 1200发的空弹核 哇他吓到 直接交到附近的派出所 那么经过调查之后呢 就发现了是 中和分局办理涉及检测之后呢 粗心遗失的 那目前整合弹核都已经交还了 而中和分局表示 将会陈储相关人员 据了解林口分局地下室设有靶场 近期新北市各分局常常办理常讯 均会来实施涉及检测 不过呢 中和分局的人员 20日到林口分局检测时 不慎将1200发打靶弯的空包弹 遗落在单车置物栏 直到实信民众 20日晚间8点多 在置物栏时货 全案才曝光 而中和分局晚间证实 本分局20日在林口分局靶场实施涉及训练 当日下午4点左右结束 同人立即清点设计装备 以及空弹壳正确之后 在拖车板的方式搬运商车 在返回分局的过程中 不慎掉落异箱的空弹壳 让民众在林口分局旁 失货报警处理 而中和分局表示 经过查之后 本分局同人运送空弹壳的过程 确实有大意疏失 返回分局后也确实 没有好好的清点数量 造成遗落的情势而不自知 本分局将依照规定 陈储 而对此综合分局将负责返运的两名援警 既过处分 常训教官驻教则记两次申戒 督察组长则未尽督导之责 连同记申戒一次处分